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所以我們上次講到這個 一個鋼體可能在一個平面上 我們可以有平移跟轉動 那這兩個加起來 我們叫做平面上的運動 就平面上的鋼體運動 那你就記得它是兩個平移 跟血轉的加種 所以在這裡 各位看這裡 平移加旋轉在數學式上表示 就變成這樣子 有沒有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 平移的時候 這個鋼體上任何兩點的速度 是不是一樣的 所以A的速度跟B的速度 這裡是一樣的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它還有一個什麼 在轉動 對嗎 轉動的過程中間 這個距離是不會變的 所以它轉動 我們都知道轉動的速度就是 就是Omega cross R 對嗎 所以這個意思 這個數學式的意思告訴我們說 一個鋼體裡面的運動就是一個 這兩個相等就叫平移 這個是一個 Omega cross R是什麼 轉動 對嗎 所以鋼體的運動就是平移加上旋轉 你記得這個觀念就好 這個是太陽輪 這個是行星輪 這個是轉幣 這個以前你們學的時候 這個叫什麼機構 這個叫行星齒輪機構 好 你就把它想成這個 其實我們如果懂的話 我們這個動力學去算 其實不會太複雜 你記得這個原則 老師一直在講說 我們前面那個議題 老師告訴你要怎麼解這樣的問題 它是一個機構 對嗎 老師講說 你如果碰到一個機構的問題 你的做法是什麼 從這邊算過去的跟另外一邊算過來的 要一樣 你記得這個原則就好 所以這裡題目告訴我們 中間這個太陽輪的轉速 60個RPM A的轉速60個RPM 這個他問的是說 如果今天OmA B 就是這個搖B 我們給它一個輸入的轉速 一個是40 一個是逆時針轉 另外一個情況是順時針轉 他問你說這個小的 應該是行星 這個叫行星嗎 行星輪的轉速是多少 好 所以你記得這個事情 這個是一個機構 所以機構 各位看 現在就是要算這個地方了 這個地方的輪子 B的輪子的速度 所以我們從 可以從A這邊 透過這個搖B AE算到C這個點 也可以從A直接 用這個A的輪子算到C 可以看這個點C 是不是在這個A的輪子上面 這個點C是不是也在B的輪子上面 那你就記得這個原則 他同時在兩個機構連接的點上 那你從這邊算過來的 跟從另外一邊算過去的 要一樣的速度 對嗎 你就記得這個原則 就想辦法去寫出這些方程式就好了 OK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去看 我們現在看 從簡單一點 你要C的這個速度 從A這邊來是不是很簡單 C這個點 是在A的輪子的輪源 對嗎 但是C這個點 是不是也在B的輪子的輪源 所以你就記得這個原則 從 直接從A這邊算過來到C 跟從經過這個搖B AV到B 再到算到C 這個結果是不是要一樣 因為它是同一個點上 對嗎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先想看 C如果以A的這個輪子的輪源來算 它是什麼 是什麼運動 A這個點是不是固定 就是中間這個銷是不是固定的 所以這個輪子只繞著固定走旋轉 對嗎 旋轉運動的速度要怎麼算 Omega cross R 對嗎 就是你以前學到的什麼 R Omega 所以這個可以從這邊算過來的嗎 那如果從這個AB 再到B 再到C 這裡算過來 你可以想說 C這個點的速度 C可以等於B的點的速度 加上C對B的速度 我們剛剛講一個機構的問題 你就是 因為機構是連動的嘛 所以一個機構裡面 我們上次講 我舉個例子 最常見是類似這種四連桿機構 這個應該大家都熟嘛 對嗎 這個四連桿機構 這邊不是在動 這邊會跟著動嗎 那老師意思是說 如果這叫A B C D 這樣 意思是說 你B這個點 這個 就是看你選擇 B這個點的速度 可不可以從A算到B 可以嗎 如果從A算到B 那B相對於A只有轉動 對嗎 所以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B這個點的速度 可能是這樣 對嗎 但是 如果B這個點 你把它想像成 是在B C這根桿子上面的話 那你要算B點的速度 是不是應該從C點的速度 再加上B對C的速度 才算過來 好 是這樣寫的意思是說 你去你寫C VB從這邊算過來的 VB的速度 VB要等於什麼 從這邊算過來 從這邊算過來 它是等於VC的速度 加上V 所以你這樣寫 跟這樣寫 你就得到了一個什麼 這叫方程式的嗎 你要寫位置數 是不是需要方程式 那我這樣寫出來 是不是就有一個 平面上這個是幾個方程式 幾個代數方程式 兩個嘛 因為它有兩個分量 有X跟Y軸的分量 所以這樣寫出來 我就至少可以解 兩個位置數 可以嗎 所以你就記到這個原則就對了 當然你 同學你也可以這樣想 那我可不可以用其他的 你也可以這樣寫啊 你也可以寫說 那C點的速度 你從這邊算過來的 要等於從這邊算過來的 所以你也可以寫說 然後C點的速度 從這邊算就直接 它是旋轉 要等於從這邊算過來 從這邊算過來 等於VB加上 就看你方便 你已知什麼 題目如果今天我告訴你 這個的 這個比較主動的話 那我會比較容易 算出C點的速度 所以我們這個算 是不是比較方便 如果我今天告訴你的 這個是主動 那這個Omega 是到V的速度 是不是很容易算 那我就可以去算這個 OK 所以你寫到這個大原則就好了 OK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觀念 用到這裡來 變成說 C 可以是在這個 A的輪子上的一個點 C也可以是 V的輪子上的一個點 因為它有兩個 是接在一起的 對吧 所以從 A算過來 C的速度 要等於從 B算過來 C的速度 是不是要一樣 因為在那個瞬間 他們是接觸在一起的 所以C點 如果從A直接算過來 它應該是A點的速度 加上 Omega XR 就是 C對A的速度 對嗎 C跟A不是都在那個 A的輪子上面嗎 輪子上是一個鋼體 鋼體上的相對速度 只有什麼 相對喔 相對速度 鋼體上不是這樣移動 可以旋轉 對嗎 那移動的時候大家都一起移 有沒有相對速度 沒有 沒有啊 是不是在旋轉的時候 才有相對速度 對嗎 因為你移動的時候 是不是大家速度都一樣 速度都一樣 就相對速度等於0嗎 只有鋼體旋轉的時候 一個往這邊一個往這邊 才有相對速度 所以鋼體裡面的相對速度 只有旋轉 對嗎 那旋轉的相對速度怎麼算 Omega CrossR 你就記得這個好不好 OmegaCrossR 所以這裡就是 所以C點的速度等於A點的速度 加上C對A的速度 那C跟A是在這個A的輪子上 它們是鋼體 所以它們相對速度 就是OmegaCrossR 可以嗎 從這邊算過來 那從B這邊算過來 各位看 C點你也可以從B點這邊算過來 B的速度加上C對B的速度 對嗎 那B的速度 我們先放著 但是C跟B 都是在這個B的輪子上面 所以它們的相對速度 就是OmegaCrossR 對嗎 只是現在的R 變成什麼 C對B的相對位置 OK 好 那B呢 B這個點的速度 其實它從A這邊算過來 它只是純轉動 它等於A的速度 加上OmegaAB CrossR B對A 這個就是它 然後這是它原來的 所以這個A點固定住 它不動 所以這個也是 所以它等於這樣 所以這兩個式子 我們把它相等 所以左邊就等於右邊 我就回到剛剛 其實它就回到這樣的公式 對 就這樣 好 那我把這個寫出 寫清楚 你看題目告訴我們 現在這個題目只有純轉動 所以這個問題比較單純一點 因為四連桿機構裡面 這個東西還會有什麼 平移跟旋轉 對嗎 但是 在我們這裡 基本上這個裡面都是旋轉 如果題目告訴我們第一個 OmegaAB等於40個RPM 它是逆時針 那你在平面上 你就看 你就自己定義一下好了 逆時針 我們把它當作正的話 順時針的轉速就變成負的 就這樣 就 所以這個是正的 是 那你看一看 各位看 那 R C對A 這個R C對A是什麼 要怎麼比 C對A 所以這個項量是 C出發往A值 好的嗎 一個例子講 如果我寫R C對B 那這個項量在這圖上是什麼 C對B C對B 所以畫出來是不是這個 就從B點出發看C點 這個記得這個 所以C對A就是等於這個方向的嗎 那Omega剛剛講這是逆時針轉 有沒有 40是逆時針是不是這個方向 Omega crossR對不對 對 這個啦 這符號我們要定義 Omega C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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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A出發到這裡了 你就記得這個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問題比較單純 它其實它全部都是單一個方向 所以你可以看 如果這個是這個方向轉 如果這個是逆時針轉 這個R是這個 所以這個大家知道 C點的速度在這個方向 對嗎 好 那如果這個 看好 V的這個 AV的這個桿件 對不起我弄錯了 上面那個60R 我們感覺在哪個方向 提不給的是這個方向 所以應該是這個方向 對吧 我剛剛老師沒有注意看這個 這個是 所以 這個對應的速度 是不是在這個方向 C點的速度在這個方向 好 如果Omega B 你可不可以看 Omega B 是40個RPM是在這個方向 那這個是B對A 所以它的速度在這個方向 我現在只是要提醒你在計算的時候 記得要這個方向好不好 我們再做一次好了 好我們看一下 Omega A C對A 我們看一下 Omega A在哪個方向 聽不給我告訴我 不是在這個方向 是不是這個方向 Omega這個方向 C對A在哪個方向 這個方向 Omega在那個方向 Omega C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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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速度是不是在這個方向 Omega AV Cross R B對A Omega AV在這裡 Omega AV題目告訴我們是這個方向 好 所以如果是這個叫負的 我們這個就是正 那剩下這個不知道 B的轉數不知道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正的就對了 算出來是負的 它就是反方向而已 那這個 C對B C對B是在這裡 C對B就是這個方向 C對B就是R是在這個方向 好 那我們就把它算出來 這個是在這裡 C對B 這Omega乘上100 所以這個式子裡面 我們乘開的時候 就剩下一個位置數 就是Omega B 所以Omega B算出來就是 負的240 我們剛剛假設是正的是哪一個方向 40 我們講令時針是不是假設是正的 所以這個表示說它是什麼 順時針 OK 好不好 所以這樣我們就解出來了 這個B的問題只是把那個方向反了一下 我們再做一下計算而已 所以這樣可以嗎 你記得這個大原則就對了 就是一個機構的運算 就是機構是連結的 所以從這邊算過來的 跟從這邊算過來的速度要一樣 所以這個四連感的機構 題目告訴我們 這個 這個叫搖臂嘛 對嗎 主動的就是叫 主動的叫驅柄 重動的叫搖臂 對嗎 所以這個AB是主動的 所以它都講說 AB的這個感見的速度是3個rpm 他要你算的是 BD跟DE BD就是這根感見 跟DE這根感見的角速度 在這個瞬間 在這個瞬間的角速度 可以嗎 好 這是一個機構的問題 所以老師說第一步要做 那想什麼 要想說要去哪裡連結 從左邊算過來 跟從右邊算過來要一樣 對嗎 那這個問題裡面 題目告訴我的是這裡 這根感見 所以你會想從哪裡算過來 這裡這一點的速度 是不是很容易算 因為它這裡面已經已知了嘛 所以算這邊是比較容易 所以我就先算出VB的速度 對嗎 然後這是從左邊算過來的 對嗎 所以從右邊算過來的 這邊 D的速度就等於 D的速度加上 D對D的速度 對嗎 我是不是應該寫這個方程式 你如果定了 接下來只是 就是 代公式 因為 一個鋼體運動的 平面運動的速度 就是平移加旋轉 平移都搭速度一樣 旋轉就是 Omega cross 就這樣 你就帶這個公式去算就對了 B的速度 從這邊算過來 是不是等於 A的速度加上 Omega cross 這個點的速度 是不是等於 A 這老師其實 其實老師多做了 其實你都知道 A是固定的 這個就可以 省略掉了 A是不是固定點 所以這個 B的速度等於 Omega cross 可以嗎 所以你就把 該有的這些 題目告訴你的 這個是 Omega是3 是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就是 負的 就是負3K R呢 是不是0.15 這個是I 對嗎 那你就把它算出來 這個是B B的速度 是不是解決了 好 那從另外一邊 算過來 B的速度 可以是 E的速度 加上 D對 E 然後加上 這個V對 D嘛 其實這個也沒有 所以 低點的速度 其實它純轉動 它等於 Omega cross 對嗎 它的Omega 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就寫 Omega d1 我們就假設它 它是正的 就是K的方向 好 它的R等於多少 這個R 負X嘛 所以這個大角是負的 0.225i 可以嗎 Omega cross 然後再加上 V對D點 V對D這也是鋼體上的兩個點 所以它只能有什麼 旋轉運動 它的相對的速度 就是Omega cross R 所以它的Omega bd 是不知道的 我們就把它假設成 Omega bdk 這個就是不知道 R呢 這個R等於多少 這個R 是不是等於 這個方向是 X分量 這個方向是Y分量 對嗎 R這個方向 B 對相對於低的 是不是等於 這個是X方向 多少 0.15 這個方向 0.3 但是它是往下 負的 負的0.3 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 方程式寫完就是計算而已 你已經問題解了 你其實就剩下10% 把這個答案算出來 所以左邊的 就是這邊的 要等於這邊的 I的分量相等 J的分量相等 我們就可以找到 我們要的位置 你不要記到這個東西 什麼叫做 你只要記到這個大原則 就是什麼 機構的速度計算 從一邊算過來 就等於另外一邊 就這樣 然後如果是鋼體 它的速度的計算 就等於什麼 平移加旋轉 旋轉的速度計算 就是Omega bdk 但是這裡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可以更方便的 讓我們找到 我們要找的速度的 這種 一些大小 這個方法 叫 instantaneous center instantaneous 這個英文字叫順時的 瞬間的 center就是那個中心 我們叫瞬間的中心 叫順心 這個英文字叫順心 就是瞬間的那個中心 講得更白一點 就是瞬間的旋轉中心 什麼叫瞬間宣傳中心 我們等一下會來介紹 你不用緊 我們看一下 我們自己講一下 各位看一下 我們不是講說 一個鋼體 它能夠產生的運動 就是平移加旋轉 在平面上 所以它的每一個點 其實你可以把它想成說 它有一個平移的速度 還有加一個旋轉的角速度 可以嗎 這樣想應該是OK的 各位可以想一件事情 那我如果這樣想 旋轉的這個 Omega是在這個方向 那旋轉都會產生切線速度 對嗎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這個 你覺得這樣可不可以 我的速度是在這裡 對嗎 那我就想說 我瞬間在C的那個點 有一個轉動的 角速度是Omega 如果是這個物體 你把它想像成 瞬間是在那個C點 繞著C點 以Omega的角速在旋轉的時候 它這個 這一點的速度不叫Va嗎 那理論上 如果它是繞著那個點旋轉 它的Va應該等於R Omega Omega cross R 大小了 那所以我們就去想像 這個R的距離 就等於原來給了Va 出於Omega 那在這個瞬間 原來你可以想像說 它有平移加旋轉 你在計算速度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把它想像成是 它繞著C點在瞬間 是以C點為原心在做旋轉運動 所以那個點就叫順心 那我們再想另外一個想法好了 你一個鋼體 你也可以告訴我 這個A點的速度是這裡 B點的速度是這個 因為這兩個速度 可不可以不一樣 我們說鋼體兩個點 鋼體兩個點 我們之間會不會有相對速度 鋼體它產生運動有 平移加旋轉 它既然有平移加旋轉 平移大家速度一樣 知道嗎 旋轉大家速度也不一樣 不一樣嘛 旋轉的時候有的距離 它可不可以有不一樣的速度 可以了吧 所以一個一般的鋼體 在做平面運動的時候 它可不可以有不一樣的速度 可以了吧 所以意思說 A點的速度可能在這裡 B點的速度在這裡 可以嗎 有可能吧 但是我們如果這樣想 如果它瞬間 如果是這個點 這個點 那我們把這個點的速度 我們把它畫一條垂直線 拉過去 這個輔助線 B點的速度 拉一條垂直線 兩個線 可能會交一點 那如果交這個點 各位想像 剛剛這個概念 可不可以用上來 它既然 它這個鋼體 只能平移加旋轉 它們之間的相對運動 只會旋轉 有沒有 所以在這裡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這個鋼體在瞬間 就已到了C點在旋轉 因為它的速度是這樣 它的速度是這樣 它們應該旋轉的時候 這輩子都是切線速度 這是可能存在的 所以這個點 就叫這個鋼體 在這個運動的瞬間的 瞬時轉動中心 這個叫順心 這個C叫順心 那如果今天我們碰到了 你給我的速度是這個點 A跟這個點的速度 那如果它要瞬間轉動的話 我們就從這個最速度的尖端 尖端我們這個拉一條線 跟這個垂直線相交也會一點 如果這瞬間是以C點 做轉動中心的話 B的速度 A的速度 這樣是不是很合理 轉動的時候速度 應該離那個轉動中心 越遠的地方 是不是速度越大 這個是合理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說 我們只要能夠找到這個鋼體 在某個旋轉瞬間它的順心 要找它的速度 不是變得很容易的 如果一個鋼體 我告訴你這個瞬間 它轉動中心在那裡 它的速度怎麼算 Omega乘上R 就解決了 方向什麼是不是都定出來了 就可以省掉很多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用的方法 裡面以後在機動學裡面 也會用到這個方法 那我們這裡先坐一下 但是這個千萬注意一下 這個順心叫速度的順心 它不是所謂的加速度的 它不是真正的旋轉中心 所以你不能拿來 它用來做計算加速度 千萬記得這件事情 這個比較速度的順心 所以只能用來計算速度 不能用來計算加速度 我們還沒講到 但是你記得這個限制 這個有一個輪子 輪子上面放了一個卷軸 這個是輪子 大的是輪子 輪子上面有一個卷軸 卷軸上面我們繞了線 繞了線 你就把它想成 你們玩過悠悠球嗎 就是外面會轉 裡面有一個卷軸 可以把它繩子捲起來 你就想這個 這個是悠悠球好了 把它想成悠悠球 悠悠球上面不是還有繩子嗎 那我就把悠悠球放到地上 地上是有摩擦的好不好 有摩擦的 所以它假設這個C點是 rolling without sliding 是什麼意思 就是純滾動沒有滑動 對嗎 其實優惠球在 因為它轉速很高 所以它在其實 你在玩的過程中間 其實它是準動跟滑動 滾動跟滑動一起產生的 這個以後再講 好 所以這個假設說 我們就像輪胎 就是輪胎在地面上 正常的情況下 輪胎跟地面之間有沒有打滑 沒有吧 所以這邊是純滾動沒有滑動好不好 所以叫滾動而不滑動好不好 這個意思是這樣 他說 我就拉了這條繩子 拉 然後讓這個低的點 它產生繩子往前拉的速度 他說是120mm per second 這速度往左邊拉 屏幕問的是說 那你可以想像 這裡往這邊拉 這個如果是不滑動 那這個輪胎會不會轉 應該會轉 應該會轉 他問你說 那這個轉的速度是多少 那A一點 轉它會往前進 輪胎在地上滾 輪胎的中心會不會往前進 會吧 輪胎除了會轉以外 輪胎還會往前走 所以他問你說 那輪胎往前走的速度 A的速度是多少 那另外一個問你說 那你這樣拉的時候是 繩子會被收起來 還是繩子會被放掉 知道什麼意思嗎 你一個球這樣拉的時候 繩子不是繞在那個卷軸上嗎 你往前拉的時候 繩子是被捲起來的 還是繩子是放掉的 沒關係 你想像一下 我們來計算一下 看你想像的對不對 好了 好 這個問題裡面 牽著到速度 我們講說 如果這個問題裡面 只算速度 當然可以用順心來做 好不好 這個題目裡面只算速度 所以我們可以想辦法用順心 所以你要畫順心 剛剛講的 順心是一個鋼體 有一個瞬間的轉動中心 所以你現在就決定 你要對象 是哪一個鋼體 好不好 那這裡其實沒有什麼選擇 因為這裡的對象 只有一個什麼 是不是那個悠遊球 就是一個 你討論的鋼體 對吧 所以我的對象就是他 好 那題目會知道什麼 你要畫順心 剛剛不是要知道一個速度 跟一個角速度 或者知道兩個點的速度 好 那這裡各位看一下這件事情 好 你會知道哪裡的速度 這個 它是不是告訴你的低點的速度 已經告訴你的 這題目告訴你的 對吧 那裡是不是還需要一個速度 在這個裡面 哪裡可以找到 另外一個椅子的速度 第一個最簡單的 是地面上接觸的點上 它那點是不滑動的 不滑動的瞬間 意思是說 它那個瞬間 是不是跟地上連在一起 地上有沒有速度 地上它沒有速度啊 所以意思說 在那個瞬間 吸臉的速度 會等於多少 銀 對嗎 那如果是 吸點的瞬間等於銀 那你問你 順心在哪裡 順心 我們剛剛講 鋼體的運動 就等於順心 歐美加乘上R 對嗎 歐美加是鋼體 在旋轉的角速度 如果這個 順心的速度 會等於多少 銀 所以你只要找到有個點 這鋼體上某一個點的速度是等於0 代表這個點就是 它的順心 對嗎 所以如果問你 那這個順心在哪裡 這一點 對一點 對嗎 瞬間的瞬心就在這裡 這個點的速度已經知道了 對嗎 所以這一點這樣畫起來 你要找到A點的速度 是不是這個剛好這條線畫過來 它應該就等於跟它長度是成比例的嗎 因為歐美加乘上R 所以那個速度就跟R乘正比 對嗎 所以你知道這裡的速度 知道這個點 這個速度可以算出來 這個畫一條線這樣畫過來 A在這裡 所以A點的速度是不是它 所以你現在只要三角幾何就可以算 A點的速度點多少 這邊是120的嗎 120的m·s 這個距離都知道嘛 你可不可以用三角比例的關係 可以找到這個A點的速度 就解決了第一個問題 那麼 那歐美加A點就是什麼 歐美加A是什麼 旋轉的速度 鋼皮在旋轉的時候 切線速度等於半徑乘上角速度嘛 這個半徑知道這個速度知道 所以歐美加算得出來嗎 可以嘛 所以歐美加也算得出來 所以這個就沒有解決了 好 剛剛問的另外一個 是把線捲起來還是把線放鬆 那這個在我們計算上 就要計算哪一個量 這個就是相對速度的概念 如果我在車子上 相對車子往前走 但是車子是往前走的 或往後走都沒關係 對嗎 我們現在要的就是一個 我相對在一個鋼體上的運動 我以這個為基準 如果這點是往右邊 那就是 線是收 是放的還是收 這個東西會往前走 這個一拉都會往前走 好 那如果這裡拉 各位看好 老師問的是 這個低一點相對於這個麥克風的速度 那就是麥克風不動的時候 我低一點是往哪邊動 對嗎 如果麥克風不動的時候 我手是往這邊動 那是收線還拉線 拉線 線把它拉出來 對嗎 因為這個不動 我線一定要拖出來才可以 對嗎 但是如果是這個麥克風在哪裡 對我相對速度是往這邊 它是收線還拉起來 收線 收線的 OK 所以 這個可以講 所以我們問的那個線 到底是收起來還是拉開 那個就是相對速度的概念 可以嗎 就相對於這個 這個滾軸 它到底是正的速度還是負的速度 如果是正的速度 它就是拉開 如果是負的速度 是不是撿起來 所以我要的是低點 相對於A點的速度 這樣可以嗎 好 那記得 這兩個低點跟A點相對的速度 都是代表在鋼體上的速度 對嗎 鋼體上的相對速度要怎麼算 鋼體上只能相對旋轉而已 對嗎 鋼體相對相對旋轉運動 是不是Omega cross R 對 好 那我的Omega已經有了 我的Omega A是這個方向 對嗎 所以是這個方向 Omega再向量是這個方向 那D相對於A D點是不是在這一點 A點在這一點 所以D相對於A的 這個 這個位置坐標是 往下 對嗎 我的Omega 是不是在這方向 R在這個方向 對嗎 Omega cross R Omega 在這個方向 Omega cross R 是往下 Omega cross R 我的相對速度往哪邊 左邊還往右邊 這個 這個轉軸 剛剛不是算出來 是這個方向旋轉嗎 Omega 不是在這個方向嗎 所以它Omega 在這個方向對不對 R在哪個方向 D相對於A 這個位置向量是往下 D相對於A 不是從A去看 看D嗎 所以A出發到D嘛 對吧 所以R在這個方向 Omega cross R Omega cross R 是不是在往 老師這個方向 是左邊的嗎 右邊 往這個方向 往你們的右邊 就是Omega 不是在這個方向嗎 R是不是在這個方向 Omega cross R 是不是在這個方向 所以往這邊 是收起來還是放線 剛剛老師不是講嗎 你這個東西在這裡 往這邊走是收線 還是放線 你看 如果相對是往這邊走 它就是放線 對嗎 往這邊走就是收線 對嗎 所以這個是 因為它算出來是正的嘛 剛剛講的 Omega cross 這樣 往這個方向 往右邊 正I的方向好了 所以這個就是 Wand 這個英文字是 收線的意思 捲繞的意思 它是把它線捲繞起來 順心 在這種問題上 你就會看到它發揮很大的作用 因為這看起來很複雜 對嗎 看一下這個立體好了 這裡上面有很多根桿線 看起來很複雜 那這是一些連桿 這是一個滑軌 滑軌上面有A跟 C跟D這兩個滑塊 那上面有一個桿子的固定中心 旋轉中心是A 那這是B點 他說如果我今天把C的這個滑塊 用660mAh 速度往下推的時候 他問你說 那低點的速度是多少 那這根桿子旋轉的速度是多少 這個問題裡面 還是只有牽涉到速度 所以可以用順心的做 那我們就來想像一下 順心怎麼畫 你這個問題裡面知道什麼 當然要知道順心 要知道需要知道兩個點的什麼 速度 或者知道一個點的速度 知道旋轉的角速度 對嗎 或者是至少知道兩個 兩個點的速度的方向 因為兩個點的速度方向 做垂線不是會相較一點 你就可以找到順心嗎 那現在這個問題來看一下 C的速度已經知道了 B的速度不知道大小 但是一定知道它在哪個方向 對嗎 然後呢 B的速度知不知道 但是知不知道它的方向 因為B一定是繞著A點轉 B這個點不是連接在A的桿間的末端嗎 所以它就一定繞著A點轉 所以從這裡其實你也知道另外一個速度的方向 對嗎 大小不知道 但是方向一定知道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概念找出一些順心 看看你能不能找得到 我們試試看 各位看 C的速度在這裡 對吧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隨便看一下 我想看CB這條 這個桿間的順心 那怎麼找 看一下 我們不是講說 在兩個點上的速度方向畫垂直線 它會有相交 那個交點就是它的順心嗎 好 那你看一下C跟B這個桿間 每一個桿間有個順心 對嗎 因為每一個鋼體都在不同的轉動速度下 在轉動 所以C跟B 你看C的速度在這裡 那B的速度是不是在這個方向 所以你從C的速度畫一條垂線 從B的速度畫一條垂線 這兩個點是不是相交一點 所以這裡告訴我 這個點就是CB這個桿間 這個瞬間的順心就在這裡 那這個問題就很簡單了 你是不是知道這個 題目告訴我們是不是這個 這個除以這個距離就等於什麼 這個速度除以這個距離 就等於這跟CB桿間瞬間的順心 對嗎 因為瞬間不是在這個點旋轉嗎 那你如果有這個 那你就簡單了 B點如果是你把它當成是在CB桿間上 它的速度要怎麼算 就是順心的距離乘上它的角速度就好了 我剛剛不是從這個 已知的速度大小去除以這個距離 就得到了Omega的速度嗎 Omega的速度再乘上這個距離 是不是就會算到B點的速度 有了B點的速度 那可以像你看看 AV這個桿間瞬間 當然都是到A點轉 所以瞬心是不是在這裡 有了瞬心你也知道這個點的速度 這個的角速度算得出來算不出來 這個AV桿間 你已經知道B點的速度了 AV桿間又繞著A點轉 所以如果問你AV桿間的小速度 是不是就等於這個大小除以距離就好了 是不是就解決了 所以已經解決好多個 那再看這個 DV桿間 D一定是在這個方向對嗎 速度啦 那你剛剛看到了它的垂直線 從這個速度 那B點在這裡 所以我們這個D點的這個劃垂直線 B點劃垂直線相交出在這一個點 所以這個點就是 DV這個桿間瞬間的瞬心 那我剛剛已經有B了 對嗎 我剛剛不是有B的速度了嗎 除了這個距離是不是等於 DV桿間瞬間的轉速 有了瞬間的轉速 我在乘上這個距離 是不是就找到低一點的速度 你這樣知道這個意思吧 所以你只要能夠找到 每一個桿間每一個桿間的瞬心 一步一步你就可以很快的 把你要所有的這些位置數 都可以找出來 好 吃